婚后第五年,许志燕的白月光突然活着回来了。 知道她早已结婚,她当众红了眼眶。 如果当初我没离开你,是不是许太太的身份就是我的了? 光影下,许志燕呼吸紧了紧。 良久,她回她,是。 后来,我平静地提出离婚。 许志燕却一反常态,红卓颜挽留我,我跟她不是你想的那样,再给我点时间好吗? 我笑以温柔,扶开了她的手。 我累了,不想再争了。 许志燕的生日久局,我因为去见客户,没来得及到场。 聊完之后,已经是晚上九点钟。 手机响了一声,她的信息发来,乖乖,要不你先回家吧,我去完就回去陪你。 路上注意安全,别让我担心,知道吗? 语气温柔,一如既往。 和许志燕结婚五年。 她从未对我红过脸,也从未说过半句重话。 朋友们都说,我是嫁对了人。 看着窗外的夜色,我抿了抿唇。 还是开车往会所的方向行去。 走到包间门口,里面气氛震撼。 在我来之前,似乎有人进去过。 包间的门打开了一条缝,并没有关紧。 透过门缝,我看清了里面坐着的女人,是许志燕的白月光,承雅。 心跳猛地露了一拍,她竟然没死。 昏暗的包间里,承雅的视线胶着在许志燕身上。 见她毫无反应,她尴尬地低下了头。 席间有人插话,燕哥,嫂子今天怎么没来啊? 是啊,你的生日都不到场,是不是你们感情出了什么问题啊?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 承雅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 不等许志燕回答,她便急切地问道, 嫂子。 闻言,有人兴慰地吹了个口哨。 是啊,承小姐,你还不知道吧? 燕哥和嫂子已经结婚五年了, 在我们圈里可是模范夫妻。 想当初多少小姑娘往燕哥身上扑, 她看都不看一眼,心里眼里就只有嫂子一个。 话落,她说话的声音顿了顿, 一有所指地看着承雅。 我劝有些女人啊,就别白费心思了。 她话里话外都在点承雅。 这番话自然是戳到了她的痛处。 承雅骤然红了眼, 她看向了许志燕,语气有些哽咽。 志燕,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 你真的已经结婚了? 不远处, 许志燕淡默地将手中的烟头摁灭。 她极少抽烟, 除非烦躁, 郁闷的时候。 在承雅楚楚可怜的眼神中, 许志燕点了点头。 是, 我已经结婚了。 闻言, 承雅当众落泪。 场面一时间有些尴尬, 似乎是不甘心, 承雅捏紧了手指, 之燕, 我这次回来, 就是因为你。 事到如今, 我只有一个问题。 如果当初我没离开你, 是不是现在许太太的身份 就是我的了? 她话落, 众人倒抽了一口气。 似乎再说, 玩得太大了吧。 许志燕握住酒杯的手指紧了紧, 她面上还是看不出什么情绪。 朋友以为她为难, 出来打圆场。 哪有这种假设, 燕哥已经和江管结婚了, 问这种问题不是挑事吗? 下一秒, 许志燕却放下酒杯。 淡然开口, 是。 一时间,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许志燕身上。 向来淡漠的她却终于有了情绪。 倘若你当初没走, 许太太的位置一直都是留给你的。 站在门外, 我的心逐渐冷了下去。 许太太的位置是留给她的。 那我呢? 这五年, 我算什么? 我转身, 将手中的礼盒丢进了垃圾桶。 那是一条领带, 是我给许志燕准备的生日礼物。 当初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她还只是个穷小子。 第一次和客户吃饭, 许志燕连领带都不会打。 是我把她一步步拉到今天这个位置, 陪她创业, 给她出资。 毕业后, 我放弃了自己家的公司。 全身心投入到许志燕的事业里。 中间吃过多少苦, 已经数不清了。 所以, 婚后她才会将我宠上天。 我知道, 她有意一点点地补偿我。 每次我帮她打领带, 她总是笑着亲我, 你要给我买一辈子领带。 这样, 我就会一辈子心疼你, 被你拿捏了。 那时候的感情多纯粹啊。 我还以为, 我们会一直幸福下去的。 可是, 承雅她回来了。 我抿了抿唇, 往门外走去。 酒局已经过半, 许志燕买了单就离开了。 刚一出门, 就被身后的承雅拉住。 许志燕脸色冷了冷, 甩开她的手。 志燕, 你刚刚在里面说的都是真的吗? 如果当初我没离开你, 现在许太太就是我了。 我就知道,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对不对。 承雅喜极而泣, 她冲上来就要抱住许志燕, 却被男人冷着脸拉开。 可惜没有如果。 承雅, 我当初有多爱你, 现在就有多恨你。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我已经结婚了, 请你自重。 话落, 她抬脚欲走, 下一秒, 却和我撞了个正着。 我清楚地看到许志燕眼里的诧异, 婉婉, 你怎么在这里? 我扯了扯唇, 笑意不达眼底, 怎么? 看到我很意外吗? 原来承小姐还活着呀, 要给你们时间叙叙旧吗? 话落, 许志燕握住我的手, 她手心都是汗, 握住我的那只手紧得有些发痛, 不需要, 我们回家吧。 我看着她, 许志燕面上看不出一丝异色, 从我出现, 承雅就一直不着痕迹地打量我, 她眼中有着深深的度意, 仿佛我才是那个凭空出现的第三者, 抢了原本就不属于我的东西, 看着许志燕搂着我离开, 她再度红了眼眶, 夜深, 我安静地开着车, 许志燕坐在副驾驶, 一路无话, 刚一到家, 许志燕就把我摁在了门后, 她的吻密密麻麻地落在我身上, 她眼底欲望正盛, 大手一路向下, 就在她要脱掉我身上的短裙时, 我摁住了她, 今天生理期, 不可以, 许志燕难耐地吻了吻我的唇, 终究还是放开了我, 好, 我帮你煮红糖水, 她转身进了厨房, 依旧是一副居家好男人的形象, 仿佛刚刚在酒局上的那场闹剧 不曾发生过, 厨房里热气不断上升, 我眼底逐渐阴晕, 良久, 她端着红糖水一口一口喂我, 这样一个男人, 让我如何不身陷呢? 与她在一起时, 我情窦初开, 出长情爱滋味, 许志燕给了我一段很好的恋爱体验, 她风度, 幽默, 这五年, 她真的对我好到了极点, 就算是当初父母不同意, 在看到她对我的好之后, 也还是把我交给她了, 可是, 程雅却活了, 换句话来说, 曾经在许志燕口中, 一直都是一个死人的程雅, 她活了, 我看着许志燕, 轻声道, 程雅怎么会忽然出现, 似乎预料到我会问她, 许志燕眼神深了深, 将碗放在了桌子上, 我也很意外, 我也很意外, 今天她突然出现在了酒局上, 晚晚, 她没有死这件事,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我看着她, 点了点头, 好, 全当她不知情, 那她追出来时, 对你说的那些话呢? 话落, 许志燕抬眸, 她好看的睫毛, 轻轻颤了颤, 乖乖, 我知道你听到这些会不舒服, 但是当时在场的, 还有我和程雅共同的朋友, 我是个男人, 何必这么没有风度, 让人取笑呢? 这就是许志燕给我的解释,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 我或许会相信许志燕这一番说辞, 但是当时已经有人出来打圆场了, 许志燕她根本没必要回答的, 可她还是那么做了, 也许是程雅的眼泪刺痛她了, 也许她从未忘记过程雅, 不管是哪一点, 都是我不能承受的结果, 我没有再问, 任由她将我拥入怀中, 男人的叹息声缓缓传入我的耳中, 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最爱的人是你, 这一点永远都不会变, 管管, 这种假设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你能明白吗? 两久, 我轻轻地推开她, 放我去休息吧, 我今天有点累了, 许志燕吻了吻我的额头, 好, 我去给你放洗澡水, 这一晚, 我没有如往常一样钻进许志燕怀里睡, 沐浴过后, 她从身后抱住我, 夜深, 感受到身边的人呼吸绵长, 看着天花板, 我却怎么也睡不着, 下一秒, 一道带着哭腔的一语出现在我耳边, 雅雅, 别丢下我, 我跟你走, 别丢下我好不好文言, 我浑身血液都凝固了, 颤抖着手打开了床头灯, 只见许志燕满头大汗, 却没有醒来, 就连梦中, 她都在痛苦地哀求, 求那个女人不要离开她, 当年, 她该有多爱成雅啊, 我苦笑了一声, 合一走出了卧室, 客厅里没有开灯, 我静静地坐了很久, 两久, 我打开了许志燕的手机, 结婚这些年, 她手机从不设密码, 平保桌面, 从来都是用的我俩的合照, 黑夜里, 手机屏幕散发出微弱的亮光, 我平住呼吸, 仔仔细细查看了一番, 并没有任何一样, 对于成雅, 结婚前我是知道的, 她身边的朋友都跟我说, 许志燕心里有过一个人, 那个女孩是她的小青梅, 她死在了最美好的年纪, 从此, 许志燕再也没有喜欢过任何人, 直到, 她在大学里遇到了我, 她追我的时候, 高调地近人皆知, 把所有的浪漫, 深情都给了我一个人, 自然, 起初我对成雅是在意的, 毕竟, 谁都不希望自己的男朋友, 心里有别人, 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久, 她却从未在我面前, 提过她的过往, 只要和她在一起, 亲吻拥抱, 就不需要我主动, 就连我的好友都在为她说话, 她喜欢成雅的时候都没成眠, 那都是小孩子过家家了, 何况她都不在世了, 你何必跟一个死人计较呢? 像许志燕这种男人, 长得帅脾气好, 刻苦上进, 你要是把她放掉了, 以后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了, 我朋友没说错, 毕业后, 我们俩就结婚了, 我找我父母出资, 给许志燕开公司, 这些年, 她将一个小工作室, 做到了如今几百人的规模, 在我这里, 男人有钱, 就会变坏的真理, 全都无效, 因为许志燕根本不尽女色, 往来应酬, 她总会戴上我, 有段时间圈里盛传, 都说她是个七管颜, 许志燕却笑得温柔, 七管颜的幸福, 他们根本就不懂, 往事历历在目, 我却觉得如在梦中, 是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之间的感情出现问题了呢? 又或者, 我们之间从来都横着一个成雅, 只要它出现, 我就输得一败涂地, 夜凉如水, 直到手脚变得冰凉, 我才起身回到卧室, 周一下午, 助理突然给我打电话, 江姐, 公司这边有情况, 你赶紧来看看吧, 挂断电话, 直觉告诉我, 这件事和许志燕有关, 我换了套长裙, 开车往公司那边赶, 到的时候, 茶水间有几个女员工, 在低声八卦, 许总办公室除了江姐和助理, 从没有异性进出, 就连见客户都是在会客厅进行, 这一位当真是有手段啊, 可不是吗, 听说这位程小姐是模特, 那身段模样, 想必许总也很难拒绝吧, 可别瞎说了, 许总和江姐结婚这么多年, 感情一直很好, 这位凭空冒出来的模特小姐算哪根葱啊, 是啊, 她虽是模特, 身上到底是一股小家子气, 不像江姐, 一看就是干津大小姐, 家里从小宠爱着长大的, 你们还是太年轻了, 这男人啊, 哪有靠得住的, 只要是没尝过的, 外面的牛粪都是香的, 看着吧, 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呢, 几个人说罢, 有看笑话的, 也有为我担忧的, 见我出现在公司, 他们都识去的噤声不言, 助理小宋走过来, 低声在我耳边解释情况, 江姐, 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和合作方最近推出了一款产品, 前期造势需要请明星来代言, 合作方那边已经确定了承雅, 没想到遭到许总的坚决反对, 今天下午, 承雅因为这件事跑来公司找许总了, 已经一个多小时了, 还在里面呢, 小宋一脸为难, 我送咖啡进去时, 那位程小姐哭得梨花带雨, 瞧着不像个安分的, 后面的话, 小宋没有再说, 我却已经懂了她的意思, 当初, 小宋是我亲自招聘, 放在许志燕身边的, 为的就是, 公司有个大事小事, 我能第一时间知道, 这些年, 她对我很忠心, 我敏唇, 行, 我知道了, 你先去忙吧, 这件事我来处理, 走到里间, 办公室的门紧紧封闭着, 透过门板, 我听到了里面女人的撒娇声, 支燕, 如果你是因为当初的事情不和我合作, 那你就错怪我了, 以我现在的知名度, 给你们当代言人是双赢的局面, 希望你不要意气用事, 我知道, 你心里还是爱我的, 听到这里, 我直接拧开了门把手, 门后, 许志燕正坐在老板椅上, 而承雅, 她穿着小低领和包臀短裙, 侧坐在许志燕平时办公的桌子上, 同她撒娇, 以许志燕的视角来看, 恐怕是风光无限, 见我进来, 许志燕脸色白了白, 情急之下, 她一把将承雅从桌子上推了下去, 随着承雅的一声交提, 她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志燕, 你推人家干什么? 好痛哦, 脚崴了起不来了, 我站在门口, 淡淡地看着许志燕, 她这是心虚吗? 下一秒, 她走到我身边, 神色还有些不自然, 管管, 你怎么会突然过来? 我没说话, 而是越过她, 静止走向了承雅, 看见我, 她脸上的胶态瞬间不见, 我勾了勾唇, 伸出手一把将她扯了起来, 承雅对我的粗暴似乎很是不满, 江小姐, 听说你也是千金大小姐出身, 没想到这么没礼数, 志燕现在好歹也是个老总, 你这么擅闯她的办公室不太好吧? 她眼中带着对我强烈的敌意, 我回身, 看着许志燕, 哦, 是吗? 你的办公室, 我不能来吗? 文言, 许志燕再度走过来, 握住我的手, 晚晚, 你说的什么话? 没有你, 哪有我的今天, 公司的任何一个地方, 你都去得。 我弯纯, 笑意却不达眼底, 听到这句话, 承雅一脸委屈地看着许志燕, 却没有得到对方的任何回应。 下一秒, 我慵懒地坐在了沙发上, 小宋送了一杯咖啡进来, 见气氛怪异, 她走的时候又小心翼翼地带上了门, 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不动声色地看着办公室里站着的两人, 承小姐今天来, 是为代言人的事吗? 是又怎样, 这是我和志燕的事, 还轮不到你来过问吧。 承雅口口声声之咽, 每一句都是对我这个妻子的挑衅, 我还未说话, 另一边就传来了许志燕的怒吓声, 承雅, 我警告你, 对我太太放尊重点, 代言的事情我已经决定了, 不会再改变, 你回去吧,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别逼我动用安保兰你, 如果仔细听, 就能听到许志燕话里的不忍, 我与她多年夫妻, 又怎么会不知道? 可惜, 这番话却刺痛了承雅, 她骤然红了眼, 哭着跑了出去, 我坐在原地, 一动未动, 余光却看到许志燕的眼瞼狠狠垂下, 伤了承雅, 她自己也在自责吗? 既如此, 又何必在我面前演这么一出? 室内的气氛瞬间安静了下来, 许志燕坐在我身边, 耐着性子哄我, 管管, 你是不是生气了? 别生我气好吗? 我也是刚知道合作方选了她当代言人, 没想到我的极力阻止, 却换来她来公司质问我, 要不是你过来解围,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脱身。 许志燕握住我的手, 放在嘴边细细地吻了起来, 她看我的眼神还是一如既往的深情, 不知为何, 我却再也没有心动了, 我抿了抿唇, 下意识抽回了手, 我倒是有些好奇, 你为什么不想和承雅合作? 听到这里, 许志燕瞳孔震了震, 就算是为了你, 我也不可能和她合作。 何况, 她在我这里并不是最佳人选, 自然有更合适的人来做代言人。 好一个义正词严的解释, 于公于私, 我都挑不出任何毛病。 嘴角颤了颤, 我看向许志燕, 我今天来, 是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我爸妈最近吵架了, 我想抽几天时间陪我妈出国散散心。 文言, 许志燕面色担忧, 岳父岳母一向感情很好, 这次是怎么了? 做不过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那我安排一下时间, 我陪你一起, 带岳母出去好好玩玩。 下一秒, 我摇了摇头, 公司现在还离不开你, 我自己去就好。 见我态度坚决, 许志燕终于点头。 晚晚, 你回城的时候告诉我, 我去机场接你。 我脸眸, 没有说话。 当晚, 我带着行李开车离开。 市中心的一套公寓, 是婚前我爸妈给我买的。 站在落地窗前, 我头疼得揉了揉眉心。 是的, 我对许志燕撒谎了。 我爸妈结婚几十年, 感情十分稳定。 这次用我妈做借口, 也是我下定决心要有个了断。 只有我离开, 许志燕才会真正松懈下来。 我想看看, 她究竟会怎么处理承雅。 我离开的第三天, 承雅终于再度出现了。 小宋给我发来消息, 说她下午来公司找过许志燕。 傍晚, 许志燕的车出现在小区。 坐在车里, 我暗暗压低了冒烟。 很快, 副驾驶上的女人从车上下来。 直到看清承雅的脸, 我的心彻底冷了下去。 不远处, 承雅俏皮地牵住了许志燕的手。 男人的脸色还有一丝不自然, 但是并没有拒绝。 两人就这么有说有笑地, 进入了我和她的家。 手心传来痛感, 原来是我无意识掐红的。 打开车门的那一瞬间, 我忽然腿软了。 当我看到他们在一起时, 我知道我应该上前去质问许志燕, 可我却不受控制地颤抖了起来。 我不知道我在怕什么, 亦或是难以接受。 过了很久, 我还是打开了家里的门。 这套房子面积很大, 加之我刻意压低声音, 里面的人不太能听得到。 站在玄关处, 我闭了闭眼睛, 然后小心翼翼地往卧房那边走。 紧紧关着的门里, 传来承雅娇称的声音, 支燕, 下午我跟你说的都是真的。 原本回国那天就应该告诉你的, 没想到你却结婚了。 还为了你的妻子吼我, 说到这里, 承雅语气哽咽。 下一秒, 许志燕声音有些发颤, 这么多年, 为什么没想过回来找我? 闻言, 承雅哭出了声, 当初我父母被仇家逼债, 不幸身亡, 小姨就决定将我带到法国去。 为了不让那些人找到我, 迫不得已才制造我死亡的假象, 包括你, 我也要狠心割舍。 国外的日子对我来说是全新的, 也是未知的。 我深知不能永远靠着小姨, 所以半工半读念完了大学。 当我决定回国的时候, 没想到有一个星探发现了我。 我在国外被包装出道, 成了一名模特。 那个时候我也想好好赚钱, 报答小姨的养育之恩。 后面的事情你也知道了, 我跟公司有协议, 合同到期我才能回来找你。 支燕, 我发誓这辈子只爱过你一个人, 只是命运捉弄, 让我们分别了这么久。 承雅娇滴滴的哭声不断传来。 我从未想过, 白月光死而复生的戏码, 会真实地发生在我身上。 也许从承雅出现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输了。 许志燕的心总是会不自觉地偏向她。 两久, 我听到许志燕的声音, 哑哑, 当初我甚至想过陪你一起赴死。 当时, 我妈哭着跪在我面前, 说她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 你可知, 失去你有多让我心痛。 房间里气氛温情, 许志燕和承雅互相解释着, 诉说着多年来的思念。 站在门外, 我的心一点点冷了下去。 不过多久, 我便听到了口水交融的亲吻声。 天雷勾动地火, 卧房里不断传来男人的低吼和女人的喘息, 窗外月色如水。 入住这个房子的第一晚, 我和许志燕也这么温情过。 这是我们的婚房。 她曾在这里对我承诺, 会一辈子对我好。 现在, 她在我们的床上和小青梅纵情欢好。 我机遇作呕。 仓皇转身的那一刻, 我听到承雅难耐地叫了她一声老公。 而许志燕沙哑着声音一遍一遍地回应她, 老婆, 再也别离开我了。 我感觉到一阵头晕目眩。 是怎么从家里走出来的, 我已经记不得了。 等我有意识的时候, 我已经在车里坐了很久。 外面风雨交加, 车窗灌进来的冷风和雨水, 将我的心口吹了一个大洞。 好像, 怎么不也补不回来了。 两久, 我被前方的车灯晃了晃。 一辆黑车牛气地在我前方停下。 从车里下来一个红唇雪敷的女人。 她撑着伞, 一脸心疼地看着我。 江江, 你还好吗? 我转头, 透过车窗看着她。 这是我一起长大的闺蜜, 裴竹心。 我剥了剥头发, 牵强地扯唇微笑。 我知道, 我现在的笑容一定比哭还难看。 见我这样, 她瞬间红了眼圈。 拉开车门, 她一把将我抱住。 好友的拥抱太过温暖, 导致我压抑许久的眼泪终于倾泻而出。 欣欣, 她这是为什么呀? 这些年, 我为她付出了那么多, 却终究比不上她的白月光。 既然她心里还有她, 当初又为什么要追求我呢? 我哭着说了很多。 裴竹心只是默默地听着。 两久, 她摸了摸我的头。 语气温柔。 江江, 一切都会好的。 伤口溃烂了, 就必须把她挖掉。 时间会是治愈你的良药, 你的身边还有很多人爱你啊。 我在裴竹心家里住了很多天。 这些天, 她只字不提关于许志燕的任何事, 只是陪着我笑闹, 鸣鼎大醉。 我想, 人生不是只有婚姻, 我也应该去直面这场风暴了。 一个星期后, 我去了一趟父母家。 他们对于我的决定 都表示支持。 离开的时候, 恍惚看见我爸的头发又白了。 是我不笑。 当初, 我爸一直不同意我和许志燕在一起。 是我态度坚决, 她才松口。 我总以为, 爱赢万难, 爱也赢万难。 只要我和许志燕是真心相爱的, 以后一定会很幸福。 没想到, 是我错了。 自始至终, 她心里爱的都不是我。 既然选错了, 那我毫无怨言。 周末, 我约了许志燕在公司见面。 没什么特殊的原因。 就算是谈离婚, 我也不想再进那间屋子了。 那屋子的气味让我恶心。 人亦是。 我到公司时, 办公室空荡荡的。 只有许志燕在总裁办公室等我。 晚晚, 你回来了, 怎么也不让我去接你。 有什么事情非要来公司说啊。 她语气温柔, 拉着我在沙发上坐下。 我不动声色地抽回了手。 下一秒, 我将包里的离婚协议放在桌上。 许志燕的笑容瞬间僵住了。 她看着我, 又看了看桌上的文件。 然后紧张地蹲在我面前, 管管, 这是什么意思啊? 字面意思, 看不懂吗? 你要跟我离婚, 为什么?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你跟我说, 我该好不好? 我看着她, 叹了口气, 你和程雅的事情, 我都知道了。 许志燕, 彼此留点体面, 好聚好散吧, 行吗? 文言, 许志燕睫毛颤了颤。 她看着我, 张了张嘴, 想说点什么。 话到了嘴边, 只变成一句, 我跟她什么也没有, 真的。 管管, 你是不是误会了? 我冷哼了一声, 有那么一瞬间, 我觉得自己爱过的人, 真的好恶心。 那你们, 在我的床上, 呼叫老公老婆的事, 也是我误会了。 话落, 许志燕身形一阵, 她诧异地看着我, 管管, 你根本没有出国是不是? 对, 我没有出国。 就在你跟她上床的时候, 就在你喊她老婆的时候, 我当时就在门外我笑得残忍绝绝, 却被许志燕封了一样的打断, 别说了, 别说了, 我求你。 结婚五年,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失控的她, 她整个人抖得厉害, 眼泪不断地涌出。 你听我解释, 我当时是鬼迷了心窍, 才会把程雅带回家。 晚晚, 我最爱的人是你, 这一点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是我错了, 千不该万不该, 都是我的不该。 我向你保证, 我跟她不是你想的那样, 再给我点时间处理好吗? 我一定会跟她断干净的, 以后我们好好的过日子。 我在许志燕眼里看到了害怕, 看到了恐惧, 事到如今, 我要离婚, 她却慌了。 可惜, 一次不忠, 百次不用。 背叛我的时候, 她怎么没有想到今日呢? 我就应该为了她们的美好爱情陷阱吗? 我起身,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许志燕, 你不该在心里还有她的时候来追求我。 你伤害的是一个对爱情有憧憬的好姑娘, 曾经满眼都是你的人, 是你自己弄丢了。 如今我的婚姻, 为你们的爱情陪葬了, 你高兴了? 我真的累了, 不想跟你拉扯了, 牵好了之后我们直接走程序吧。 话落, 我转身欲走, 没想到却被许志燕从身后抱住。 她哭得很凶, 上气不接下气。 我皱眉, 想甩开她, 却是怎么也拧不动她的手。 老婆, 我真的知道错了, 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 我向你保证, 以后程雅不会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利器, 我狠狠推开了她, 别再叫我老婆, 这个称呼真让我恶心。 我离开的一周后, 许志燕还是把离婚协议签了。 财产原本是三七分, 许志燕放弃了全部。 她跟律师说, 这是她欠我的。 也许, 我的离开让她最后一点事业心也没有了。 许志燕的公司被我爸收购。 至于那套房子, 我已经转手卖了。 痛苦的回忆就让她永远从我的生活里消失。 我想, 也许我早该这么做了。 在许志燕生日九局的那天, 我就该看清。 是我自己不死心。 我曾经给过她机会。 彼时, 我也想挽回这段婚姻的。 闹到最后, 满盘皆输。 该怪谁呢? 离婚后, 许志燕逐渐从我的生活里淡出。 闲来无事, 我便和裴竹心一起环游世界。 仿佛是要把从前没有玩到的都玩一遍。 直到某天晚上, 我接到了承雅哭哭啼啼的电话。 她语气恶毒, 句句都是指责。 将管, 我没想到你这么狠, 让志燕净身出户, 你是想逼死她吗? 她如今变成了一个废物, 吃我的助我的。 却还成天抽烟酗酒, 稍有不顺心, 就打我。 我们落到如今的下场, 你高兴了吧? 我轻笑了一声, 是啊, 我确实高兴了。 背叛我的人, 难道我还希望她过得好吗? 承雅, 你以为你得到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其实都是我不要的。 你自己好好想想, 你爱的是她, 还是她身上的附加价值? 是她身为集团总裁, 前呼后拥, 开着百万名车吗? 很可惜, 这些东西都是我给她的, 没有我, 许志燕什么都不是。 我这番话让承雅彻底破防。 她疯了一般地, 在电话那头骂骂咧咧。 我挂断电话, 干净利落地将她拉黑。 三个月后, 承雅上了娱乐头版头条, 丑闻尽人皆知。 原来, 她当初去法国 是因为跟了一个有钱的老头。 那个老头年过半百, 资产雄厚, 答应帮她还清家里的债务。 条件是, 承雅必须做她的情妇。 在法国那些年, 她把承雅捧红, 让她做了模特。 后来, 承雅和那个老头的儿子勾搭上了, 甚至在法国生下一个孩子。 事情败露, 承雅惨遭老头封杀。 这才掉转矛头, 回国来找许志燕。 这场丑闻 一时间闹得轰轰烈烈。 原本说承雅是清纯玉女的那些粉丝, 一夜之间集体脱粉。 我抿了抿唇, 看向了一边在悠闲喝咖啡的陪竹心。 这该不会是你干的吧? 女人勾了勾红唇。 她欺负我姐吗? 还不让我报复了? 要我说, 这许志燕也是挺傻的, 这些料只要花钱就能搞到。 她当初怎么就信了承雅的一面之词, 也没有想过去查一查。 我垂眸, 也许, 她当时真的信她。 只是没想到, 自己的白月光也会这么算计自己。 文言, 裴竹心拍了拍我的肩膀。 承雅的丑闻暴露后, 许志燕知道自己被骗了。 她和承雅闹分手, 闹得鸡飞狗跳。 争执之间, 承雅闹着要自杀。 许志燕没理她, 反倒是冒着大雪来我家找我, 却被我关在门外。 她站在我家楼下, 整整冻了一晚上。 我出门时候碰到她, 只见她脸色憔悴, 没有一丝血色。 我转身想走, 却被她一把拉住。 江管, 我想跟你聊聊。 我看着她, 眼神淡漠。 我没什么好跟你聊的。 许志燕顿了顿, 眼神里都是歉意。 对不起, 虽然这句话来得太迟了, 但我还是要说。 我跟承雅从小一起长大, 我从没想过, 原来她当初设计假死是因为跟了别人, 只为让我死心罢了。 你说我不该在心里还有承雅的时候追求你, 但是江管, 当初我对你的追求都是真心的, 那个时候我已经爱上你了。 后来我想了很久, 我对承雅只是不甘心, 不甘心我和她错过了这么多年, 这种感觉并不是爱。 没想到一步错, 不不错, 我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 是我混蛋, 你埋怨我都是应该的。 我只希望你不要生活在对我的恨意里, 你可以原谅我吗? 我看着她, 这是离婚后, 许志燕第一次找我。 我相信这些都是她的心里话, 可是, 如今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 许志燕, 谈什么原谅不原谅, 已经不重要了。 无爱自然无恨, 我对你, 真的已经没有恨了。 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离婚的时候我就对你说过, 我们好聚好散。 话落, 一亮张扬的卡燕在不远处停下。 陈景生穿着一身好看的大衣, 抱着一束玫瑰朝我走来。 她看了看站在我身边的许志燕, 挑了挑眉, 前夫哥。 我点了点头。 话落, 陈景生礼貌地和许志燕握了个手。 我最近在追她, 前夫哥你要是结束了的话, 现在该我了。 文言, 许志燕的脸色变得铁青。 你知道她离过婚吗? 你不介意。 下一秒, 陈景生勾唇揽住我的肩。 我之前还挺好奇, 将管这么好的女人, 怎么会有人舍得放掉她? 今天见了本尊我才知道, 她为什么一定要和你离婚。 以贞洁来诋毁一个曾经真心待你的女人, 真楼。 遇到这种男人不只要跑, 还得连夜跑。 话落, 陈景生嫌弃地甩了甩和许志燕握过的手。 她揽着我的腰, 静止离开。 身后, 许志燕表情挫败。 站在原地, 看着我和陈景生的背影。 她知道, 这次我们是真的再也不可能了。 坐在陈景生的车里, 气氛安静。 她一边开着车, 一边把买来的早餐递给我。 今天你帮你爸来我公司开会, 时间紧张, 只能辛苦你先对付两口了。 等结束, 我请你吃顿好的。 我接过早餐, 看着陈景生的侧颜, 我有些犹豫。 谢谢你今天帮我解围。 其实, 你没必要这样做的。 我跟她已经离婚了, 随她怎么说? 话落, 陈景生轻笑了一下。 你真以为我是在帮你解围? 将管, 我之前说要追求你, 都是认真的。 大小姐, 拜托你不要把我的好都无视了好吗? 我抿了抿唇。 但你知道的, 我说过我现在还没心思接受一段新的感情。 下一秒, 她回我, 我知道啊, 但我喜欢你, 也会让你有负担吗? 我说过, 我们来日方长。 车厢里散发着玫瑰的香味。 我曾经说过, 我喜欢香槟玫瑰。 似乎每一件事, 陈景生都默默地记在了心里。 我忽然想起裴朱新对我说的那句话。 享受追求没什么不好的, 不要因为吃过一次亏, 就把爱情当成豺狼虎豹。 看着窗外的雪景, 我勾了勾唇。 是啊, 未来还长, 何必那么着急呢? 按自己的节奏做喜欢的事, 才是正理。 思存间, 旁边传来陈景生的声音, 中午吃什么, 中餐好不好。 我笑着应了一声, 我笑着应了一声, 全文完。 嫁给周子燕的前一晚, 我听到她与人闲谈, 真的要娶食安, 你放弃瑶瑶了。 她很乖, 很适合娶回家做妻子。 也是, 对你来说, 不是摇摇, 娶谁都无所谓。 婚礼上, 她温柔望着我, 要为我戴上戒指时, 我忽然后退一步, 放下了新娘捧花。 抱歉周子燕, 我不嫁你了。 后来, 我带着女儿回港城, 再次遇到周子燕。 她望着我的女儿, 一脸失神, 安安, 她很像你, 很可爱, 很漂亮。 我笑意甜蜜, 是吗? 但我觉得, 她还是更像我家先生。 夜幕下的花园, 静得能听到涌涌重鸣。 我手里, 拿着刚摘下的几朵玫瑰, 正要上楼, 却听到不远处传来几声交谈。 子燕, 你真的决定取食安, 彻底放弃瑶瑶了吗? 听到自己的名字, 我下意识停了脚步, 抬头。 露台上站着两人, 其中一位, 我很熟悉。 我的未婚夫周子燕, 明天, 她就将成为我的新婚丈夫。 暗蓝色的夜幕下, 她的手臂闲适地搭在围栏上。 只是那张英俊的脸, 却好似带了挥不去的愁绪和忧郁。 食安很乖, 很适合娶回家做妻子而已。 她说到这里, 清胆了胆烟灰, 对身侧有人一笑, 至于摇摇, 你知道的。 也是, 对你来说, 不是摇摇, 娶谁都无所谓了。 有人叹息一声, 似为她感到遗憾。 周子燕没有再说话, 只是微低了头, 沉闷地抽着烟。 烟雾很淡, 我的视线却完全模糊了。 手中带着露水的玫瑰花 掉落在地, 花瓣凌乱。 分分分合合这两三年, 我总是患得患失, 却找不到根由。 原来如此, 她早就心有所属了。 我转过身, 飞红色的裙摆摇曳在台阶上, 不被偏爱的人, 就连狼狈的退场, 都是悄无声息的。 我拎着裙摆, 渐渐走得飞快, 绕过一处绿植时, 差点撞上迎面而来的人。 抱歉, 我连忙道歉, 却在看到面前的人时, 立刻下意识地乖乖站好了。 哥哥, 沈淮旭穿了一身黑色的商务西装, 身后不远处, 跟着她的秘书和助手。 我看到秘书手里拿着公文包, 不由地一正。 沈淮旭这是有公事要离开的样子。 可是, 明天就是我的婚礼, 跑这么快干什么? 沈淮旭看了我一眼, 声音一如既往的淡。 没, 没什么。 我低了头, 不敢和她对视。 十岁被沈家收养, 来到沈家的第一天开始, 我最怕的人就是这个名义上的哥哥。 你们先去车上等我。 沈淮旭吩咐了一声, 等到身边人都走了, 她这才缓缓向我走了一步。 而我, 立刻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 我下意识地退避, 沈淮旭就停了脚步, 抬手推了一下眼镜。 夜色深沉, 我几乎看不清楚她的表情, 只觉得镜片折射出的那一片光, 含得让人心悸。 哥哥, 是要出差吗? 北京那边有点事, 可是明天就是我的婚礼, 我心下有点急, 下意识地攥住了她的衣袖。 哥哥, 你不参加我的婚礼了吗? 沈淮旭勾了勾唇, 那笑却带了几分自嘲的计较, 食安, 我和你并没有血缘关系。 言下之意, 所以, 你并没有多么重要。 我正主, 手指僵硬地松开, 脸上已经一片雪白。 是啊, 从小我就知道, 我是沈家受养的。 我叫沈淮旭一生哥哥, 但沈淮旭的亲妹妹只有一个。 如果是她的婚礼, 沈淮旭自然不会缺席。 我不过是个养女, 沈淮旭肯参加婚礼前两家的家宴, 已经算给我面子了。 给你们的新婚礼物, 我让人放在你卧室梳妆台上了。 还有, 新婚快乐, 妹妹。 沈淮旭说完, 没有再看我一眼, 直接离开了。 但我的心底却像是炸开了一声闷雷。 从我18岁成年, 一直到现在, 整整6年了。 这是沈淮旭6年来, 第一次喊我妹妹。 我做了22年的乖乖女。 10岁父母双亡被父亲生前好友沈世昭收养之后, 最先学会的第一件事, 就是乖巧顺从。 乖巧地去港城最出名的女校, 乖巧地遵从沈伯父的意见去念珠宝设计。 乖巧地留黑色长直发, 永远穿淮旭女的连衣裙。 说的最多的词永远都是, 好的。 可现在, 我要做22年里, 最叛逆, 最无法无天的一件事了。 和周子燕的婚礼, 将在上午11点准时开始。 我穿着漂亮的白色婚纱, 捧着新娘的捧花, 站在周子燕的面前。 她一如既往温柔地望着我, 温柔地让人不由自主产生错觉。 好像她真的喜欢我似的。 时安, 你愿意嫁给周子燕为妻吗? 思宜的声音响起, 周子燕拿着戒指, 含笑望着我, 等我点头。 所有的宾客都安静下来, 等着新郎为她的新娘, 带上婚戒。 可我忽然向后退了一步, 放下了手中的新娘捧花。 抱歉周子燕, 我不嫁你了。 我的声音很轻, 但一字一句十分清晰。 满场静忌, 甚至可以听到风吹过树梢的声音。 周子燕明显地一脸错愕, 时安, 你别胡闹, 我没有说话, 只是弯腰拎起繁复脱长的裙摆, 转身走下台。 北京时间11点30分, 秘书推开了沈淮旭办公室的门, 颇有些紧张慌乱。 沈先生, 港城那边刚刚传来的消息, 说, 时安小姐和周先生的婚礼, 出了点意外。 沈淮旭手中的笔顿住, 她抬起头, 眸色沉寒, 什么意外。 是这样的沈先生, 时安小姐, 时安小姐她, 当场毁婚了。 你说什么? 沈淮旭末地站起身, 眼底的情绪中, 更多的不是震惊, 而是, 不敢相信。 秘书连忙将事情经过, 飞快说了一遍。 沈淮旭听完, 第一句问的却是, 时安现在在哪里? 周家什么反应? 老头子有没有为难她? 只知道时安小姐换了衣服就离开了, 周家人挺生气的, 您父亲那边, 暂时闭门谢客, 说是, 谁都不见, 你立刻去准备私人飞机。 沈淮旭拿起西装外套就向外走, 半小时后起飞, 回港城。 是, 沈先生。 秘书忙不迭地跟上去, 悄悄擦了擦额上的汗。 看来他赌得没有错, 只要是时安小姐的事。 就算他再怎样没规矩, 沈先生也都会忽略不计。 我在沈伯父的书房外站了很久, 他都没有见我。 最后, 是沈夫人让人叫了我过去。 她是沈伯父后娶的太太, 还未到四十岁。 嫁过来后生了一儿一女, 已经在念小学, 可谓是地位稳固。 夫人, 您找我, 我话还未说完, 脸上却已经挨了一巴掌。 无父无母, 果然没有家教。 他计较看着我, 知不知道你今天的举动, 把沈家脸面丢尽了。 我自己做的事, 自己会承担后果。 我摸了摸生疼的脸, 胸腔里像是烧着一团火。 我十岁父母双亡, 是沈家收养了我, 沈伯父和沈伯母悉心教养的我。 您说我没有家教, 是在指责沈伯父和去世的沈伯母, 没有教好我。 还是说, 您嫁进来之后, 没尽到长辈的责任和义务。 你, 我不想再多费口舌, 若说对不起, 我也只是对不起沈家, 对不起沈伯父和疼爱我的沈伯母。 时安, 你想清楚, 和周子燕毁婚, 你以为你还能找到比周家更好的富家, 那就一辈子不嫁人, 不劳您费心了。 我在爸妈的墓地上待了一个下午, 我不后悔自己今天这样的决定。 因为我深知, 如果我不这样做, 昨晚直接去找沈伯父商量取消婚礼的事, 最后只会有一个结果, 我会如从前无数次那样。 在长辈流露出一丝为难的时候, 就直接委屈自己顺从接受了。 可这是婚姻大事, 是我一辈子的幸福。 我只能这样将自己逼上绝处, 才能绝处逢生。 爸爸, 妈妈, 女儿来到沈家十二年, 第一次不听话, 不守规矩, 不顾大局, 不要体面, 你们, 会不会怪我不懂事? 墓碑上, 爸妈只是温柔包容地望着我微笑。 他们永远都没有办法, 在自己宝贝女儿最需要最脆弱的时候, 站在她身边, 抱抱她, 安慰她了。 回到我自己的小房子时, 已经是晚上十点, 走出电梯, 输入指纹开锁。 门打开的那一瞬, 我忽然闻到了淡淡的烟味。 圆盖空无一人的客厅, 此时却多了一个人。 夜色沉沉, 窗子外是璀璨灯火。 沈淮旭就那样坐在沙发上, 黑色商务西装严谨而又沉塑, 越发衬出了几分生人物尽的疏冷。 哥哥, 我小声喃喃, 已然惊惧地手脚发软。 婚礼上的事, 定然早已传到她耳中。 我这样让沈家难堪, 沈淮旭身为沈家继承人, 自然很生气。 沈淮旭站起身, 抬手摘了眼镜。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 直到身体贴住门背, 再无可退。 沈淮旭走到我面前时, 我已然吓得快要哭了。 哥哥, 我颤声喊她, 下意识想要如年少时那样哀求。 沈淮旭却先开了口, 为什么悔婚? 我不喜欢她, 不想嫁了。 时安, 你想清楚了。 我用力点头, 是, 我想清楚了, 决定了。 如果她像从前那样回头哄你呢? 沈淮旭定定看着我, 那张英俊的脸, 因着蒙上的这一层寒, 变得高不可攀。 我缓缓一开视线, 不会。 不会什么, 说清楚。 不会被哄好, 也不会回头, 更不会嫁给她。 还喜欢她吗? 我正了一正, 喜欢吗? 也许曾有过浅薄的喜欢, 但更多的是因为长辈觉得她很适合我。 所以就顺从地点头, 和周子燕在一起了。 只是在昨夜听到那些话后, 新年微末的一丝好感, 也早就烟消云散。 毕竟, 我早就习惯了被选择, 被放弃。 不喜欢了, 确定不喜欢了。 我抬起微红的眼, 有些委屈却又决然, 确定不喜欢了, 永远都不会再喜欢了。 好。 沈淮旭微点头, 忽然抬起手, 轻轻捏住了我的下颌。 时安。 在我正愣着想要推开她时, 沈淮旭却低了头, 蜻蜓点水一般吻了我, 要不要跟我结婚? 我整个人完全懵了, 以至于在洗手间镜子前呆呆站了半个小时, 还没回过神。 时安, 好了吗? 沈淮旭站在门外, 敲了敲门。 我慌乱应了一声, 硬着头皮打开门, 哥哥。 她不知什么时候脱了西装外套, 衬衫扣子开了两粒, 领带也扯得松垮, 倒显出了几分随意和放松。 我看了一眼就低了头, 平日里见她, 总是商务风, 严肃又刻板。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样。 想好没有? 也许是声线低的缘故, 总让人觉出了几分温柔的意味。 我按住跳动的一塌糊涂的心脏, 垂了睫毛, 声音小得饥不可闻, 还没有。 沈淮旭抬腕看了看表, 需要多久? 我攥着心口的衣襟, 鼓足了勇气抬眼看她, 今晚非要想好吗? 很难想。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要和我结婚? 你觉得一个男人想要和一个女人结婚是为什么? 我哪里知道。 沈淮旭向来喜怒不形于色, 让人琢磨不透。 我从小就怕她。 十六岁时高三的学长给我写情书追我, 实在拗不过跟人家吃了一餐饭, 喝了一杯奶茶。 回到家庸人就将我带到了沈淮旭的书房。 一下午的关禁闭, 三千字的检讨书, 倒是彻底斩断了我早恋的所有可能。 自此我见了她就躲。 她明知我怕她, 还提出要结婚。 那岂不是要日日在她眼皮子底下, 堪比坐牢兽行了? 哥哥, 我知道自己公然悔婚错得离谱, 但是你也不能这样罚我。 罚你? 沈淮旭仿佛被气笑了, 时安, 我没时间跟你兜圈子, 明天上午九点, 给我答复。 不用等那么久的, 哥哥。 我大抵是中邪了, 二十二年的反骨都集中在了今天。 沈淮旭微挑眉, 等着我开口。 我使劲咬了咬牙, 到底还是没敢和她对视, 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 你说, 我不想和你结婚, 而且以后我也不打算结婚了。 沈淮旭谋色沉沉看着我, 那一刻, 我真的是怕得心脏都缩紧了。 但她什么都没说, 只是转过身, 拿起西装外套, 直接离开了。 听到关门声传来, 我这才抬起头, 房间再一次变得空荡荡,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这世界上, 再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 其实我曾偷偷喜欢过沈淮旭的, 哪个女孩能不喜欢她呢? 只是我有自知之明。 更何况, 沈淮旭这样的天之骄子, 港城真正的太子爷, 又怎会喜欢一个寄人篱下的养女? 书房里的气氛十分压抑。 沈伯父脸色很不好, 沈夫人端然坐着, 唇角冷讽的笑意格外明显。 还有沈家的其他长辈, 皆是一脸不渝。 时安, 那天的事, 我就当你小孩子胡闹。 我和子燕商量过了, 你去周家和周家长辈赔礼道歉, 这一夜就先过去。 对外, 我们会说你那天忽然生病, 身体不适, 婚礼择日会再举行。 我看向沈伯父, 周子燕同意这样做。 当然, 沈伯父第一次对我冷了脸, 时安, 你胡闹, 但子燕却仍是选择了包容你, 这样的好男人, 你往哪儿去找? 孩子大了, 眼界心气都高了, 咱们又不是人家亲生父母, 管不着呢? 沈夫人阴阳怪气地开口, 沈伯父并未阻拦。 沈伯父, 很抱歉, 我丢了沈家的脸面, 让您和长辈们为难了。 我缓缓站起身, 第一次这样任性妄为, 仍是汗失了几倍。 但是, 这一次我不是在胡闹。 时安,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和周子燕不可能了, 她心中另有喜欢的女人, 娶我不过是退而求其次而已。 我知道周子燕这样的出身和条件, 我能嫁给她算是高攀。 但是, 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 我要嫁, 只会嫁一个一心一意爱我的男人。 如果当真遇不到, 那我宁愿一辈子不嫁人。 时安, 你这样做, 让我怎么向你父母交代? 沈伯父显然被我的话气到了, 我答应过他们的, 会好好抚养你长大, 替你找一个好丈夫。 这些年的养育之恩, 我时时铭记, 您和沈伯母, 从不曾亏待过我, 我父母全下有之, 只会感念在心。 至于好丈夫, 您就当我时安眉这份福气吧。 咱们这是多管闲事, 好心美好抱。 沈夫人鸡翘一笑, 说不定, 人家是攀上了什么高枝儿了呢? 我可听说, 婚礼那天, 大少爷人在北京, 专程坐了私人飞机回港, 沈夫人说着, 看向沈伯父, 说起来, 大少爷和咱们时安小姐也算是青梅竹马, 这朝夕相对的, 生出点兄妹之外的情愫, 也算正常。 夫人, 我沉声打断她, 请您慎言。 沈淮旭是什么身份, 港城沈家板上钉钉的接班人, 金字塔尖上的人物, 她的生平不能有任何的污点, 尤其是和自己名义上的妹妹。 在我心里, 她永远都是我哥哥, 比亲哥哥还亲的哥哥。 哥哥一直也把我当妹妹看待, 这些年, 沈伯父应该很清楚, 我一直在念书, 哥哥公务繁忙, 我们一年到头也见不了几次, 每次见面, 也都有长辈在场, 至于您说的兄妹之外的情愫, 绝无可能。 石安这话说得没错, 怀旭和她, 只是普通的兄妹。 沈伯父看了沈夫人一眼, 不要再乱说。 沈夫人笑了一声, 施施然坐下来, 反正轻者自轻。 沈伯父, 我终于下了决心。 沈伯父, 其实这些年, 我一直都想出国念书。 石安, 你一个女孩子在国外, 我总是不太放心。 沈伯父, 这一次, 请答应我吧。 说真的, 继续留在港城, 我真不知道如何面对沈怀旭。 那天晚上的事, 太过不真实, 就像是梦一样。 当晚离开后, 沈怀旭就连夜回了北京, 一直到今日还未回来。 所以, 那天她抛下公务, 从北京回港, 真的是因为我。 石安, 周子燕的忽然出现, 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抬眸看向她, 她好似比之前瘦了一些, 神色间也有些倦怠的憔悴。 沈伯父说, 你想出国念书? 是, 就这样一走了之, 你不觉得自己太任性, 太不负责任。 我觉得有点好笑, 想到他们口中, 那个叫瑶瑶的女孩子。 想到自己不过是有几分像她, 才简陋了这样一桩婚事。 我当然也不想把事情搞得如现在这样, 两家都难堪。 要怪也只能怪, 周子燕瞒得太严实, 让我到婚礼前一晚才知道真相。 如果我更早知道, 我们两人心平气和地解除婚约, 自然是最好的结果。 可惜没有如果。 事已至此, 我更不可能再回头了。 我长得很像瑶瑶吗? 时安,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周子燕有些错愕。 就在我们婚礼前那个晚上, 无意间听到了你和你朋友的闲聊。 我很平静地看着她, 我觉得, 你如果真的很爱她的话, 就不要这样随便和不爱的女人结婚。 这对她和我都不公平。 时安, 你误会了。 我承认, 瑶瑶是我初恋, 我确实曾经很爱她, 但是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 周子燕的眼底, 有一闪而逝的痛楚。 我深知, 如果现在瑶瑶回来找她, 或者她们之间出现任何转机的话, 周子燕绝对毫不犹豫就会结束婚约。 她答应和我结婚, 只是以为自己和瑶瑶彻底没希望了而已。 周子燕, 我很抱歉。 我转身要走, 周子燕却忽然上前一步, 紧紧攥住了我的手腕。 时安, 如果是因为瑶瑶让你误会, 我会向你道歉。 但是, 结婚是我们两家的大事, 我不希望你因为一时之气让长辈们为难。 还有, 我希望你能冷静下来仔细想一想。 安安, 你只是沈伯父收养的女儿, 沈家对你的庇佑是有限的。 你总要结婚嫁人, 经过这一场风波, 你以为在港城还会有人敢娶你吗? 安安, 我向你保证, 我会做一个好丈夫。 至于瑶瑶, 我已经彻底放下了, 以后我们之间, 再也不会出现这个人, 这个名字了。 我试图抽回自己的手, 但周子燕的力气实在太大。 你先放开手。 可周子燕不肯放, 她甚至将我拽到了她的身前, 时安, 她说让你放手, 你没听到。 身后忽然传来一道急沉, 急冷的男声。 我下意识回头, 却正撞上沈淮旭那双韵怒的眼。 周子燕盲松开手, 大哥, 沈淮旭连眼角余光都没有给她。 她向前走了两步, 伸手握住我的手腕将我拉到她跟前。 在自己家里还能被人欺负, 你就这点出息。 我低了头, 面如这说不出话。 沈淮旭冷着脸将我拉到身后。 你和时安的婚事, 就此作罢。 大哥, 周子燕还想说什么? 沈淮旭已经直接打断。 时安就算不是我亲妹妹, 但也是在沈家长大的。 她的意愿, 我和父亲都会尊重, 至于你和周家的损失, 我们自然也会补偿。 大哥,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真的想娶时安, 可她不想嫁给你。 沈淮旭冷冷看了周子燕一眼, 还有见识, 你那位瑶瑶就要回国了。 周子燕明显愣住了。 沈淮旭拉着我转身离开, 走出去很远, 我忍不住又回头看了周子燕一眼。 怎么, 舍不得了。 沈淮旭的声音好像比刚才还要冷。 我摇摇头, 就是觉得挺可笑的。 什么可笑? 她刚才还在骗我, 说她已经放下摇摇了。 可你看, 你只是告诉她摇摇回国了, 她整个人就失魂落魄成了这样。 心里难受。 有一点点, 沈淮旭忽然冷哼一声, 松开了我的手。 我不是难受周子燕有深爱的人, 我只是难受, 我这辈子就谈了这么一次恋爱, 确实被人当成了替身。 我抬起头, 看向沈淮旭, 哥哥, 我真的就这么糟糕, 真的就没有人, 只是纯粹地喜欢我吗? 眼泪掉下来那一瞬, 沈淮旭轻轻捧住我的脸, 浮去了我眼尾阴出的泪。 你很好, 别这么自怨自艺, 妄自菲薄。 她还想再说什么, 我却轻推开她的手, 打断了她。 哥哥, 沈伯父已经答应我出国念书的事了, 我准备下周就出发。 至少一年内, 我不会再回香港, 沈淮旭淡淡看着我, 点了支烟, 决定了。 准备去哪个国家, 瑞士。 她点点头, 胆了胆烟灰, 挺好。 我不太明白沈淮旭最后说的那句 挺好是什么意思, 但接下来一周, 我都没有再见到她。 和周家的婚事彻底了断, 我整理好行李, 准备出发。 去机场那天, 是沈家的司机送我去的。 沈家人大部分都在, 但并未见沈淮旭的身影。 我坐上车, 隔着车窗向外看去。 熟悉的家, 熟悉的那些亲人, 都在逐渐离我远去。 我没有太多的留恋与不舍。 只是在彻底离开这一刻, 将过去的食安和一个小小的秘密, 永远留在了港城沈家而已。 沈家的司机开车十分平稳, 去机场的路上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食安小姐, 您醒一醒, 已经到机场了。 司机喊了我两次, 我方才轻松地睁开眼。 已经到了吗? 我望着车窗外, 却有些震愣。 港城的机场, 我来过数次, 完全不是这样的。 食安小姐, 下车吧。 林书, 您这是把我带到哪里了? 这不是我要去的机场, 食安小姐, 没有错的, 这是大少爷的私人机场。 哥哥的。 对, 大少爷已经准备好私人飞机了, 您先下车吧。 司机拉开车门, 我却不肯下车, 林书, 麻烦您送我离开这里, 现在赶过去, 时间还来得及的。 食安小姐, 您别为难我了, 您知道大少爷的脾气, 我坐在那儿挣挣了许久, 到底还是下了车。 有人过来, 帮我拿了行李。 我上了闲梯, 一眼就看到端坐在沙发上处理公务的沈淮旭。 他看到我, 抬手指了指身边空位, 示意我坐下, 就又继续忙碌。 我缓缓地蹭过去, 却还是捡了个离他最远的座位。 沈淮旭只是看了我一眼, 并未说什么, 就又开始专注工作。 机组的乘务人员放好行李, 做完一切准备工作后, 飞机就准备起飞。 沈淮旭和上电脑, 活动了一下略微僵硬的颈椎, 这才起身。 要不要喝一杯? 他拿了瓶红酒, 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坐在了我身边。 我酒量很浅, 喝到第二杯的时候, 人就有些醉了。 飞机飞行途中遇到一股小气流, 微颠簸了一下。 小心。 沈淮旭伸手扶我, 我头晕目眩, 几乎是一头砸到了他怀里。 哥哥, 我下意识要推开他, 但手上却又软绵绵地没有力气。 16岁时偷偷暗恋的人是谁? 沈淮旭忽然地询问, 让我整个人都茫然地正了正。 我喝醉酒之后很乖, 问什么答什么。 但这些年, 沈家管我管得严, 我很少有喝酒的机会。 我想了好一会儿, 才老老实实回答, 沈淮旭。 为什么不告诉他? 害怕他? 为什么害怕他? 管我太严格了, 动不动就罚我写三千字的检查。 不允许我早恋, 如果知道了, 肯定又要关禁闭。 沈淮旭拂开我额上微乱的发, 垂眸看着我, 不允许早恋, 是为你好。 你以为那些男生追你, 是安了什么好心? 哥哥, 我感觉自己好像陷入了一场梦境。 要不然, 沈淮旭怎么会这样温柔地和我说话? 我在做梦吗? 为什么你一点都不冷了? 我对你很冷淡吗? 是啊, 连笑脸都没有一个。 那这样呢? 什么? 嗯, 可我的嘴被堵住了, 沈淮旭稳住我, 又抬起手, 轻轻盖住了我的眼。 那个绵长而又温柔的吻还未结束, 我就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等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已经换了舒服的睡衣, 躺在了柔软的大床上。 沈淮旭戴着耳机, 在低声讲电话。 我躺着不动, 偷偷地听。 不需要再为我安排任何相亲。 结婚的事我已经有安排。 至于我太太是谁, 你们很熟, 不用担心她的出身和人品。 我们会先在国外领证, 嗯, 等她完成学业后, 再回香港办婚礼。 电话挂断, 我连忙闭了眼妆睡。 稀疏的脚步声逼近到床边, 我的心跳渐渐飞快。 醒了, 就起来喝点水。 沈淮旭弯腰轻身, 直接把我从被窝里捞了出来。 我脸红得有点发烫, 眼神躲闪着, 不敢和她对视。 她拿了水给我, 头疼不疼? 不疼。 我乖巧地低头喝水。 准备下床, 自己放空杯子, 却又被她自然地接了过去, 想吃什么。 随便, 都可以的。 沈淮旭交代完餐点, 轻描淡写地对我说了一句, 等会儿下飞机到住处后, 把你的证件整理一下给我。 是要, 干什么? 沈淮旭坐在沙发上, 抬手推了推眼镜, 刚才偷听我讲电话, 不是听到了。 我没有, 沈淮旭心情好似很好, 愉悦地低笑了一声, 那我不妨再说一遍。 不要说了, 我一把拉起被子, 将自己的脸蒙住了。 哥哥, 你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好好想想好不好。 我在瑞士安顿好的第二周, 沈淮旭就返程回港了。 一直到他离开前, 我也没有给他答复。 说实话, 心里真的很乱。 因为来沈家的时候, 已经十岁, 虽然年纪小, 但却不是懵懂无知的幼童。 就算真的暗恋过沈淮旭, 却也清楚地告诫过自己无数次。 自己和他是完全不匹配的。 如果我的父母还活着, 或许还有几分可能。 但如今自己寄人篮下, 就算沈家对我如亲生女儿, 也不能忘恩负义生出攀附的心。 只是没想到会出这样的变故。 我一心一意对待的未婚夫, 心里爱着另外的女人, 而我只是可笑地替身。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从婚礼之后到现在。 沈淮旭做的每一件事, 说的每一句话, 都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 甚至一直到现在, 我才敢在心里悄悄地猜想。 沈淮旭是不是有一些喜欢我? 沈淮旭离开的第二周, 我竟然在瑞士遇到了周子燕。 她是孤身一人来的, 专门来找我的。 远来是客, 我请她喝了一杯咖啡。 时安, 有些话说出来真的有点可笑, 但我还是想要对你说。 周子燕放下咖啡, 望着我, 神色有些畅旺。 姚姚前些日子回国了, 我们也见面了。 她的丈夫这两年对她不太好, 她已经准备离婚了。 这对你来说, 不是好事吗? 周子燕苦笑, 轻轻摇头, 也许是时间改变了一切。 我对她的感情, 好似早已变成了一种执念。 她现在依然很漂亮, 可我和她一起时, 总是莫名其妙地走神。 时安, 我常常想起你, 常常想起我们 从前约会时的情景。 姚姚也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 时安, 我的心, 好像变了。 我台湾看了看表, 站起身, 抱歉, 我下午还有课, 周子燕轻轻握住了我的手, 时安, 我们重新开始, 好不好? 我摇头, 推开她的手, 周子燕, 真的很抱歉, 我已经不再喜欢你了。 时安, 她起身, 追出咖啡厅, 但却在看到马路对面那辆车子和站在车边的男人时, 疏然停了脚步。 她笑起来的时候眉眼弯弯, 其实并不像摇摇的。 其实, 很久以前, 他们刚在一起时, 她也曾这样望着她笑。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的笑变得越来越少。 再到现在, 这样的笑, 只会对着另外的男人时, 才会出现了。 最后他们离开时, 沈淮旭好似向她所站的方向看了一眼。 然后, 她就拉着时安上了车。 而时安, 自始至终都没有回过头。 与周子燕见面后不久, 我意外接到了沈伯父的电话。 她说在国外出差, 明日转机到瑞士, 想来看看我。 第二日, 我如约到了沈伯父所说的那栋房子。 而沈伯父看着我的神情, 却一反常态地冷漠严肃。 时安, 当初我念着和你父亲生前的情分, 收养你, 沈家这些年, 对你不薄吧。 你该知道, 怀旭是我最骄傲最倚重的儿子, 但我, 却并非只有他这一个儿子。 虽然沈家和他, 都不需要靠联姻来更进一步, 但他妻子的人选, 也必定是要慎重挑选的。 沈伯父, 你想说什么, 就直说吧。 时安, 你一向乖巧听话, 伯父也很疼你, 对你很放心。 这段时间, 子燕一直都在求我, 他仍想娶你。 遇到这样情深义重的男人, 是你的福气。 时安, 这件事, 伯父替你做决定了。 你们本来就是未婚夫妻, 如果婚礼那天你没胡闹, 现在你, 早已是周太太。 至于其他的, 你就不要再设想, 好好和子燕在一起吧。 他说吧, 站起身就要离开。 我想要跟着出去, 却被人拦住了。 时安小姐, 请您先留步, 周先生很快就会过来了。 他来干什么? 沈先生说了, 今日就当补上你们的洞房花竹叶。 我不同意, 你让我出去, 我要出去。 时安小姐, 这次可由不得您了。 您刚才进来时喝的那杯水, 会让您乖乖听话的。 我很快察觉到了身体上的异样。 而这种异样, 让我恐慌不已, 却又无能为力。 当我摊坐在沙发上, 控制不住地撕开自己的衣巾时, 房门忽然被人从外重重撞开。 我的意识一片凌乱, 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 直到整个人落入一个微凉的怀抱中, 我嗅到了很熟悉的味道。 那是从十岁来到沈家, 就鸣刻在心的味道。 哥哥, 我含混不清地呢喃, 汗湿的手指想要攥住他的衣袖, 却又无力地划开。 沈淮旭修长的手指 却适时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安安, 哥哥带你回家了。 十六岁时偷偷做过的梦, 好似在二十二岁的尾巴, 忽然变成了现实。 其实到中途的时候, 我已经清醒了大半。 但沈淮旭好像并不知道。 他闻我的时候总是格外温柔。 我喜欢他这样温柔的对待。 醉意乱情迷的时候, 我故作仍神志不醒的样子, 泥囊换他。 哥哥, 你喜欢安安吗? 沈淮旭的动作微顿, 片刻后, 他忽然动作更重。 我忍不住低音出声时, 耳边传来他低沉微哑的声音。 喜欢。 二十三岁的第一天, 我收到的生日礼物是结婚登记证书 和巨大的闪亮无比的求婚钻戒。 港城有一项不成文的规矩。 要办婚礼和酒宴才算是正式娶亲。 沈淮旭就很想带我回香港办婚礼。 只是我这边课业还有两个月结束。 而且, 我也并不太想回去, 面对沈家和圈子里的那些人。 自从那天晚上, 沈淮旭闯进来把我带走。 他和沈伯父已然彻底闹掰了。 只是沈淮旭自己名下产业繁多, 身家十分丰厚, 就算脱离沈家, 也依旧不容小觑。 沈伯父最出气的火冒三丈, 扬言要将他逐出家门, 断绝父子关系。 但沈淮旭依旧不为所动, 甚至干脆搬到了瑞士陪我读书。 而沈淮旭甩手不再管沈氏的事之后, 集团内部却开始出现了大小不一的混乱, 甚至股价连跌, 一夜就蒸发了百亿。 可沈淮旭显然十分沉得住气, 不管多少公司高层、前辈、董事, 亲自飞到瑞士求他回去重新主持大局。 他全都拒了。 直到最后, 焦头烂额的沈伯父拉下脸给他打电话。 沈淮旭只提了一个要求, 只要沈家认识安这个儿媳妇, 那就一切好商量, 否则免谈。 沈伯父被他的态度 气得当场摔了电话。 但第二天再次打来时, 却松了口, 行吧, 反正从小就是把他当女儿养的, 你要真想娶, 那就娶吧。 但我和沈淮旭并没有第一时间回香港举行婚礼, 因为在我课业结束之后, 查出了两个月的身孕。 我的怀象不大好, 整个孕期都在土。 沈淮旭想尽了办法都收效甚微, 为此他整个人都受了一圈。 婚礼的事也只能一拖再拖。 港城那边就有了很不好的传言, 而这些传言也查出来和沈夫人有关。 沈淮旭回了港城一趟, 我不知道他怎么处理的, 但是三个月后, 港城那边忽然传来消息。 沈伯父和沈夫人离婚了, 而且离得挺不好看。 沈伯父还打了他三个耳光, 沈夫人哭着离开沈家时, 脸上的五个指头印清晰得很。 家里上上下下的庸人都看到了, 一夜间就传遍了全港。 沈淮旭回来瑞士的当晚, 如常地给我热敷按摩小腿。 我孕中期开始浮肿, 以前的鞋子都穿不上了。 他有些沉默, 不像往日那样想尽办法哄我。 我忍不住小声问, 哥哥, 你是心情不好吗? 时安。 他放下帕子, 洗净了手。 灯影下, 眼睛有点红红地看着我, 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当初打你一耳光的事。 我一正, 心里瞬间蔓起一阵胀胀的酸意。 哥哥, 都过去了, 我试着安慰他, 但好像并没什么用。 他算什么东西, 他有什么资格对我的人动手。 哥哥, 你别气, 真的不疼的, 你十岁到沈家, 我管你最狠的时候, 也不过是罚你关禁闭。 我都舍不得动你一根手指头, 他眼底一片赤色, 似是真的气狠了, 尾音都有些颤。 哥哥, 我都知道, 你疼我, 关心我, 对我好, 我都知道。 我轻轻抱住他, 一下一下扶着他的后背, 以后有哥哥在我身边, 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我了。 我当初做事确实很任性, 挨一巴掌也不算什么, 你可以随便任性, 安安, 在我身边, 怎么任性妄为, 都可以。 好, 那你将来可不能嫌我, 当然不会。 沈淮旭轻轻轻抱住我, 又摸了摸我高龙的小父, 女儿这几天乖不乖, 有没有闹你。 孩子还没有出生, 但一心想做女儿奴的沈淮旭, 认定是个女儿。 很乖的, 一点都没闹我。 很像你。 我的女儿嘛, 肯定最像我了。 可是宝宝生下来, 五官渐渐长开口, 见过他的人都会惊叹于他和沈淮旭太过笑死。 要不是眉毛和小嘴像我, 简直就和沈淮旭一模一样。 沈伯父在视频里见过宝宝之后, 就爱得不行, 整日念叨着催我们赶紧回港城来。 要不是他老人家如今身子不大好, 禁不住长途飞行, 怕是早就亲自飞来瑞士了。 因为我孕期身子就不大好, 生产完后, 沈淮旭让我休整了整整三个月。 直到医生亲自向他打包票, 我的身体已经十分健康。 沈淮旭才开始准备带我们母女回港城的事。 沈淮旭自己往返于港城和瑞士之间, 很少招摇地动用私人飞机。 但这次带我们回去, 却大张旗鼓, 很是一副昭告天下的阵仗。 飞机上, 宝宝睡着了。 沈淮旭忽然对我说了一句, 去年, 周子燕和瑶瑶结婚了。 我呕了一声, 头都没抬。 半年前, 他们又协议离婚了。 我这才亚然抬起头, 怎么会这样? 沈淮旭握住我的手, 把玩了好一会儿, 才到, 还能怎么样, 他身在曹营心在汗。 我不免失笑, 怎么闻到了醋味。 沈淮旭抱住我放在膝上, 我们办完婚礼, 还回瑞士吧, 省得香港这边, 总有人惦记着你。 隔应人, 我仰脸亲亲他, 乖巧的红, 我都听哥哥的。 婚礼前夕, 我带着女儿出去购物时, 不欺人遇上了周子燕。 时安, 你现在, 他仔细打量我, 眼底是掩不住的赞叹, 你现在比之前还要漂亮。 多谢。 我抿嘴笑, 将磨牙饼干递给推车里的宝宝。 他冲我咧嘴笑, 别提有多可爱。 周子燕看着他, 却有些说不出的诗神。 安安, 他很像你, 很可爱, 很漂亮。 做母亲的, 最喜欢听到旁人夸奖自己的仔。 我自然也不例外。 宝宝生下来就白嫩可爱, 展开后更是粉雕玉琢。 夸奖的话, 我听了一万句都不止, 但总也不逆。 忍不住弯腰亲了亲他的小脸, 笑得一脸甜蜜, 是吗? 但我还是觉得他更像我家先生。 我觉得像你, 周子燕声音里一片苦涩。 安安, 他, 对你好吗? 我笑一月发璀璨, 周先生, 这一点, 应该不难看出来吧。 确实, 婚姻的幸福或者不幸, 会直观地反映在女人的脸上。 幸福的婚姻, 比最贵的医美都有用。 我先生来接我们了, 周先生再见。 我对他摆摆手, 推着女儿向不远处的车子而去。 沈淮旭走下车, 大步向我们走来。 老公, 我笑着对他招手, 停了脚步。 他走到我面前, 接过推车, 另一手揽住了我的腰。 在人来人往的街头, 毫不避讳地低头亲吻了我。 我们的女儿在小车里, 咿咿呀呀地挥着小手。 这层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幸福。 如今, 已然真切地握在我的手中。 全文完。